对 所以这一波的话 其实还是要看 青钢瘾能不能配合男枪 搞点事 因为圣会相对青钢瘾肯定要难动点 看一下双方的技能 其实也都挺常规的 进这边是毕竟打日女吗 还是要一手进化 而且牛头他带的是余阵 现在余阵牛头 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少见的了 现在还是有性尚未猛抽 因为他带相未猛抽的话 如果他有闪现 他闪现Q技能垂地板垂起来 平A一下 直接可以顶回来 他出发之后他移速很快 然后他可以走到你后面再往里顶回来 对一个是顶回来 还有一个是他的意义的话 出发的机率会更高 有时候可能就是万一没有做好连接的话 A不到 所以说他实在不像没有闪 他WQ过去A一下出发之后 我走到你前面我卡你走位 但其实你要说戴余阵的话 那前期要是真的对拼起来会凶一点 你就能打 是 但牛头对线 感觉上好像 就我印象里对这个英雄就对线可能挨打会比较多 对 尤其一级我们也一直说吧 尤其是烙牛最尴尬的时间点 所以你像也看到刚刚就完全没有限权 是 这边的卡杀一级确实是 一个意义也拉了一下以后 一个战术横扫 挺疼的 上路肯定还是青岗影 就Counter是Counter 但这个Counter的意思就是说 你压不了我太多 对 其实跟奥温是一个意思 对对对 现在看的话南枪是从上往下刷 然后这边千决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感觉等会这个和谐不知道会不会遭遇 而且这个 我很好奇这个 和那个刷新印记的刷新 会是在上半区还是下半区 而且南枪这个位置 他是回家换了扫描 他把他一截 放了眼之后换了扫描 所以说他可能 也没有做一些防干客的眼吧 因为千决他很有可能 到三级那波会来反野的 不过南枪他是应该是上半区全刷来下 所以可能不太怕 哎 印记是刷在了下半区 但是 千决这边就放了 就打不来 因为这边已经到了 南枪有到了 而且蓝博这边有限权 是 所以说他也是赶紧跑到 上路做一个和谐的互换 比较可惜吧 第一个印记没有拿到 但其实这个印记 可能不管在哪 可能都没有那么好 哎看一下上路胜 直接潮风到了以后 千决这里是到了 能不能带走千决 千决一个E拉空了 那这边感觉小七是走不掉了呀 也是给千决顺利的拿下 这first blood 这边有点尴尬 只能说千决有点尴尬 他这个E没有拉中 我觉得这其实算一个 刚其实看是算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了 因为这个墙应该是必拉中的 是 而且胜的那个 潮风也都已经交过了 那千决前期拿到一个头 还是比较舒服的呀 胜还是选择要踢 不然的话是兵线后背轻轻硬卡住 很难受下路这边要打起来了 但是南枪赶到 三打二 对三打二 当然被盯住以后也是没有后续了 没办法 粘不到了 看一下这里的话 下一个印记会往哪里刷 圣这边现在是想往下走 估计也是想给千决做一下视野 那这边就可以南枪往上面去走的话 那南枪的动态也就出来了 只要是千决在知道南枪的动态以后 他拿自己的这个印记啊 就会心里有数一点 感觉第一个河蟹这个印记没拿到之后 后面的 其实还好 主要其实挺聪明的 这一波他知道中路没有限权以后 我直接去换你上半去的河蟹 其实我觉得千决尹这波是应该 要知道一下的 因为千决没有去下拿他的印记了 那应该就在上半去 是 那之前的事情主要是 他那里是有视野的 他河道有放视野 他一切推到这里他肯定是要防gank的 对 而且今晚也有闪 千决配合上圣可能也没那么好杀 刚这波走不掉了 千决也就没有 千决也就没有交闪 其实估计也是发现自己一攻了以后没戏了 就不交了 虽然说感觉这里看起来剩 说是说counter 其实打得整个时候还有点小难受 就只是说他的坚持能让他不会被换血换的太多 然后他如果 对他没有 他如果换血换的多的话可能会被跃 就如果背方怕知道千决的动向的话 可能会被跃 对 虽然说南枪可能不是一个跃塔好手 但是青刚影这个输出还是比较稳定 现在你先想新德拉做出一个这个输以后啊 其实我觉得中共的献权会给兰博要有一些了 因为兰博做的第一个做的是水银嘛 他第一个直接做个水银鞋也是知道自己没有带进化 怕千决配合新德拉以后 其实还是挺好中路打出人头优势 对 这个中野配合是可以杀兰博的 而且兰博虽然说有闪 但他毕竟是个腿短的英雄 就还是比较容易抓死的 而且到了六级之后 虽然他有爆发 然后千决有减速 其实右边的控制还是比较满的 所以这个水银鞋是完全OK的 但老牛这位置也是游走到了这个河道的位置 七分钟左右 还有一分钟 开始 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开始来做视野了 因为下路明显是打不出过所以然来的 就是谁都不好杀谁 感觉两边ADC 尤其是卡莎这边 他更想要发育 这边上路的硬术是刷了 感觉千决想去 但是这边下路 方布拉斯是动这条火龙了 是当着这个河道系的眼洞的嘛 对 这里其实没有选择 也就是给方布拉斯拿掉 主要是你下路这边被推线的 所以这个龙他们本来就没有想要 因为这个时间点 千决出现在上半区 就肯定是放了的 对 但是也还好吧 怎么说呢 千决我前期拿到一个印记 这一条龙的事还可以接受 但是还有人头应该是两层了 千冈也是想过来 但是新德拉也是知道过来保一下双方 现在等于说互换一下野区 但是下路这边会不会打一个四方二 方布拉斯他回来了 就位置在塔下的一个牛头 牛头的防野塔能力还可以 但是他目前是个 主要是他没到六 没到六 对 没到六 然后就是他这个血量有点太低了 哦 已经开始封路了 感觉这个四方二是实在比较 中方下 虽然说女塔是四级 但是这边蓝柏六了呀 蓝柏直接给大 这边瓦采定一下 但是没办法 自己还是阵亡了 胜的这个大招没能够落下来 这个四八二还是很没有压力的四八二 但是这边坚决也是能够拿掉这个峡谷 这个胜的大招你要落早落呀 其实也算是 对 应该在他们包之前 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只给一个盾嘛 你要在他包之前 就冰下没剑塔的时候 人下来 你这样四月三 可能对方还会害怕一点 还会纠结一下这波 对 你这样大改上去 衡量一下 对 然后你这样大改上去之后 你人又没下来 就等于这个大招浪费了 这里小七是不是有点拖大 这个闪现是自己白给的呀 跟闪 跟闪了以后收掉 其实他应该是知道千诀在草里的 是 因为千诀他是拿了先锋的嘛 他肯定是在上半区的 这波这个只能说回家的位置有一点点拖大 是 那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我又觉得刚刚下落这波四八二 是能接受的了 因为峡谷拿到了吧 是 但我觉得亏了圣的一个大招 因为圣他这个英雄 我们不喜欢用 是因为他前面大招时间太久了 他这个大招 其实等于零作用吧 对吧 什么都没拿 什么都没有拿到 那这波 你说峡谷拿到了以后 又把枪也再次抓死一遍 其实千诀前期还真的挺舒服的 是 2-0 加上对方蛤蟆的一个印记 现在一个是三层 距离他这个四层印记就差一层了 比较兴奋的工作小手 你在前中期 要是能够这么快的 就到达四层印记的话 我觉得为这边就会 打得很舒服 是 他现在毕竟也是拿了 全队一个人头 而且 进目前啊 这个补刀 落后的有点多 其实我觉得下落 对线主要是被越了一波塔 如果那波塔没有被越的话 其实补刀不会落后那么多的 因为晋的对线能力不弱呀 现在其实你像辛德拉打蓝波 我也说 已经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了 冰枪做出来了吗 呃蓝波你想要去跟辛德拉 做一个线权和游走能力 就不太有了 这个是Q是Q空了 对 辛德拉技能有点空 而且南枪这边走得非常快 辛拉技能一点中不了 杨丽生你开起来 在杨丽生西里面打 这位这大招结束 远处这边还在定到的蓝波 有心这边想要1v2 但是一半人撤了 但是拉开了以后 给萨丽生走掉 这一波我觉得 其实应该是 因斯大要打赢的 对吧 你像这一波 辛德拉空的有点多 没有 因为南枪他那个向右猛冲 触发就走太快了 他空的有点多 然后后面我看见 还有一波闪现往前推 但好像那个技能也是空的 有点尴尬 南枪走位 其实最后就是中了一个 这波我觉得2v2中野队 对战应该来说 实际上这边要打赢的 看一眼 在下一个杨丽生西好之前 这边能不能有所动作 看一下打野位的这个竞技对比 差了800块钱 对 差了800块钱 其实算还比较大了 10分钟嘛 11分钟的这个点 这欠缺两个人头嘛 600块 其实刷野数上差不了太多 这是上路的这个 青鲭影的这个TP啊 目前还没有发挥出 什么好的作用啊 我觉得 青鲭影可以找搏机会 但问题是 现在肾也是有大有体 两个人肯定是一起动的 但这个选点 动起来的话 青鲭影作战能力 应该会更加强一些 因为他的大招 跟蓝博的大招 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 你要现在来看的话 千绝还是在上面去 总觉得是想 贝克胜找爱的青鲭影 其实青鲭影 现在还是比较难受的 硬机也是刷在了上 核道线 但这边小龙也刷了 那要看了 要硬机要龙 千绝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峡谷是直接放掉了 先到了 是先往自己的印记走 估计印记走了以后 还是要往下路去逼一下 这头龙应该是不想让的 因为峡谷这里也放出来了 对 神到了 不放不行 然后他想去先拿印记 印记拿了之后 刚好这个先锋牵扯 但这位置 牛头是直接闪走 然后女坦的这个大招也用了 阿璐的血量 虽然有点危险 但还是没有问题 毕竟还是有一个老牛的这个大招在 是 但老牛这个位置 血量很残呀 这个小龙感觉 不敢直接开 想着都不敢太直接的去开他 李伟强这边下路也比较舒服啊 感觉是收了几波兵 也安心的 偷摸的吃了几层肚层 是 卡莎一直在下路发育 他没有动过 静其实是帮过一下队友的 对 而且这位置 这个三角草丛里面是蓝色棒的真眼啊 静是 我没有想法 直接想要跃 想要单吃 竟没有能够落下来 这一波我看W中了以后 觉得李伟强就有想法的 直接一个虚空锁提 对 他一个Q 其实没有想到是直接带走了 李伟强闪现是躲了这边的一个推球 但后续想要追 威这个位置 配合队友 想先下有心 有心这边阵亡了 而马仙拿的一个人头 后续小白 这个位置想要再追 但是嘲讽的距离有点不太够 但是龙就很稳当了 这个龙就没有问题了 是把这方打野杀了 这个龙肯定是稳的 这一波其实 肯定 我觉得李伟强这部单吃是肯定没有问题 单吃没问题 但是主要辛德拉的那个TP太漂亮了 那个刚好是草丛律有个眼下来之后 直接是B0往上省现 然后这家队友赶到的非常快 这卡莎之前进化Q的时间还挺早的 我看见他一个Q是打了这边 Red半个关系 他应该是现在刚进吧 差不多应该是九级左右的时候 呃 他之前之前好像是就进了 他回去补了一个东西 我看他一个Q是直接带了带了那个 一个半个 然后方帕想要做一个 甲骨先锋的兑换 但是 清德拉也没踢啊 清德拉也来不了 这一波甲骨先锋感觉 一戴可以打的 清德拉也在的话会弱很多 蓝博先锋一个大招 一戴这边被烫的AOE很疼 我们到后去这边先表一个女毯 亮星也在这边蓝博的身上 蓝博这边红温了 哦 红温要撤一下 感觉蓝博是走不掉了 也是往后走 等于说让队友安心的走 啊 这一波看一下 人头是会给到谁 哦 还在烧 他感觉一个人烧三个人 那这个人头也是给到阿尔玛 是 那清德拉前期 嗯 说句实话 这个钟也有点 有点夸张 嗯 哎 青鲭影这边是想要抓Ratton吗 一个一顶到以后 进化解开 大招继续拉住 还行 虽然说被换掉了 但其实刚刚那个位置 清德拉有点危险 他是用海斯洛的通蝶 躲了塔了一下 平A 对 如果说他没用那个大招躲的话 他应该是直接被换掉 对 他应该是直接死了 那还是稍微有点冲动吧 但是其实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什么呢 我发育的再差的一个上班 都不是你一个AD能看我一眼 我其实没想到 他他刚刚这一波 其实伤害击传还是非常精确的 在塔下我是直接硬把你吃掉 嗯 刚刚这波先锋团 方卡斯 就是 还是主要是因为青鲭影不在特面吧 虽然说青鲭影跟晋两个人在下路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一个上单的作用 一定比一个ADC要大一些 嗯 现在这样看一眼的话 其实 呃中这个一塔应该是要逼掉了 是 两边其实经济并没有太大差别 嗯 两边 没有说是什么船长卡牌 这种泡沫经济的英雄 其实就要看 我觉得还是要看 剑绝和辛德拉战队能不能打出一个 好的配合 或者说能不能先推到 嗯 我觉得这把E-Star阵容其实可以 我觉得可以被动的打呀 对 他们没有必要要去掀开什么的 他们就保保牌就行了 保这个C位来打 而且千诀可能跟辛德拉近三个人互相保的 对没错 辛德拉和千诀可及时就有 包括老牛嘛 对 包括圣嘛 他们没有必要要去掀开 因为左边 是一定要掀开的 左边青钢瘾跟这个泥坦 就肯定是要进场的嘛 其实 E-Star只要做好防守 保着C位 其实团战就能打一 所以他们其实 进攻压力就不在E-Star身上 其实小七这个打工专用刀 已经叠完了以后 其实你说他现在按数据上这样来看 对位经济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哦 青钢瘾 对 青钢瘾和圣嘛 对 他 普刀两个人差不多 但他多了个萃取就等于他多了次单杀 所以他比圣多了两个人头 对 然后团队还有塔的经济 应该能稍微好 差不了多少 好那么一点点吧 回家出了个提亚马特 李维祥这边也是两件套做出来了嘛 魔忠加一个 这边羊刀 是 李维祥是一直在发育的呀 对吧 对 感觉他窗咪咪的一直在发育 对 两耳不人窗外室 对据捕刀领向的很多 静其实还是积极帮助队友去拿中立 主要是前期他塔皮吃的也挺舒服的 但是静马他的大招像大不了 他都要去跟 他要跟一跟才会有作用 而且卡莎他其实走的还是磨切的这个流派 就打到后面厉害的 打坦厉害的 右边就这一把 虽然说没有奥恩 但是你剩个牛头也是特别特别肉的 还是需要这样一个卡莎的英雄 来去打前排 看一眼现在双方也是在中路拉扯 小龙这边也马上要刷了 想要抢一下这个视野 河道里的话 现在是有放拉子真眼在 冰枪交出来 这个时间点要来抢下一条龙 但是龙坑里面是蓝丝风的真眼 依萨可能需要先站一站视野 但这个位置依萨被 被逼的分两头跑了 有绕后的小七小专 有的闪现这边Q起来 接一个记得这边华彩 但是这边交 交流海资源的通牒 是规避雷亚伤害 但第一时间点 就能当这些是落了下来 但是依萨这边正面已经溃败了 剩下一个阿鲁 感觉自己也走不掉了 其实刚刚兰博这个大招 我觉得甩得特别的好 兰博这个大招 其实在另一个小的三小草丛 他直接把三个人拦住了 而且青鲜眼这边 起码我还有个最后通牒 他拖了一下时间 对 青鲜眼罩后面的位置特别好 而且专刷第一时间点 可能有被三个人 急火的他有个大招啊 他这边顶起来以后 直接顶回来了 顶回来以后 配合一个最后通牒 拖了一下时间 兰博一个大招 等于说是大刀的这两个C 就是青鲜眼 最后这边青鲜眼还没死 他这个大招救命了 然后他队友一旋赶过来 救了他一下 他大招落地的一瞬间 是把其他的人给弹走了 对 所以说就是输出他的人 被弹走之后 那个草丛应该是没有演的 所以他把那个应该是谁啊 可能是牛头吧 杀了之后 对方就没有这个草丛视野了 所以青鲜眼就走了 老牛最后其实是 他往后往后走 最后最后走了吗 对 最后死掉了吗 但其实前期是 这个兰博的大招 感觉他是直接把 这边尔玛和金和Rat 都给包括在里面了 就看刚才那个最后通牒 在那里还走不掉 那现在感觉 其实Fung Plus这边的节奏 会稍微舒服点了 前期的几波 虽然说印记给到千诀啊 这些但好像千诀这里没有打出很好 效果 现在反倒是方法 这边像 陆墨发育的六月翔 有点站出来了 这个前面卡莎拿了三个头了 后期已经可以吸了 可以可以等到三件套 他这波之前拿头还没有回去出出来 感觉这波回家应该可以 直接有了 21分钟出了一个 一个磨切 对 感觉就算正常吧 21分钟正常 不快也不慢 但这波回去感觉 要是飓风还是那时 可能也要做出来 一回去以后也是个三件套的卡莎 他现在其实在对位经济上的话 领先进 两个人其实快要插到一个大件了 而且圣这边玩又出了鸟盾 最近鸟盾这个装备感觉比较受上单的欢迎 因为左边有蓝博这样的AOE 大招伤害 不过鸟盾其实还挺好的 没错 这位置这个防御塔其实A看就没了 防御塔直接A掉 这个单带点 圣肯定是打不过青钢颖的 但可能好处就是 圣到了后面他能多一个TP 对 如果说青钢颖 他把它批用的话 这边日女是直接纸上来 开了一个神像鬼板架 但是这边被推到以后 蓝幕一个大招式封了个路 四个人没能把日女带走 老牛开了起了大招 但这边方巴斯好像也没办法再往前追击 这波为什么女坦要开啊 感觉后面没有人跟不上 主要是小七下路带的正开心啊 你不开 你正面几个人拖住 然后让青钢颖这边下路去带 对 而且这波其实是青钢颖 是什么 女坦的这波开始 换掉了青钢颖的T 但是剩我只是交了个大 是 虽然的话青钢颖可能带着不舒服了 因为他没GP了 看一眼 现在的话 伊萨这边也是在把 他们上半区的视野给拿回来 进这边也是两件套做出来了 但是卡拉这边已经把纳什给做出来了 三件套 三件套打两件套 经典三件打两件 是 还是总有一个AP卡莎 就这个出装 后面 就在一个小的魔法点 应该是可以 GW全进 全部进化 那现在方拉这边是有共龙的想法 看一下 伊斯大爷在往前靠 今天开启了一个大招 但是这个龙好像没办法抢 南枪是直接拿下了这条龙 老师打野这个位置有点赶不上了 而且当牛头 我看他有点像海刺山 但是特别想想算了 因为近他在那么远的地方架枪 第一时间点也跟不上输出 然后打野也不在 对 那你这个位置 你牛头进去也没用吗 其实新德拉也在下路 你新德拉交替还要一个时间 没有好的位置 那这波龙等于也就是让方布拉子 方布拉子给顺利拿到 对 方布拉早上也没有付出什么东西 所以他看到新德拉不在 虽然说你有TP 对吧 但是因为伊斯大不果断 他又想要这个龙 然后又想说要不放了 然后就 那你现在大龙给方布拉子拿到以后 我觉得这个胜利的天平 哎稍微开始倾斜了已经 应该说在慢慢倾斜了 接下来下波小龙团伊斯大的话 可能也不敢接 嗯 然后这卡莎现在有点肥啊 对 三件套的一个卡莎 而且说句实话 像伊斯大这边的阵容 他并不是一个对后排有很大威慑力的阵容 所以卡莎的输出环境是比较舒服的 伊斯大没有出口 对 除非 他只能被动的打 除非你等 李伟强这边直接R到点前 哎 现在看一下这波是女帝拉以后 小七十些带走了新德拉 那现在只能是往高地靠 感觉芳芭拉这边是想要动下楼的高地 下一波冰线马上到 而且带着大龙buff 这波是怎么样 是去拿龙还是想往前上一下 这波其实是有机会上高地 其实我感觉也是有机会上高地的 但是卡莎和蓝波这边都没过来 哎 这波反而自己可能要被找机会 一个军队滑彩 这边柜子被挡了一下 还好是没定到有心啊 感觉定到蓝枪的话就被秒了 这波感觉其实 新德拉没了以后是真的有机会上一下高地的 带着大龙buff 把兵线刚要到 但可能也是稳妥起见 还是这个任务手短吧 稳妥起见 那这波把龙还是龙子拿下 也是拼牌 一个土龙魂 土龙魂还等一条的话 土龙魂这个 这条龙其实对方发来说还好 只能说是给金刚颖啊 这些进场一个多一点的生存空间嘛 但是这边你要说对李伟翔来说的话 他可能输出环境就更好了 本来就不容易切死 确实 所以说一直在这个阵容 他就是只能打反手嘛 还是那个点他没刺客 而且他这个阵容也不存在什么绕后TP的那种可能性 对 他就是打反击 保护好机位 这里野区感觉要遭遇 这边是撞见了三个人 想开一个板甲 但青钢椅上面也是抓到 新德拉和配合李伟翔直接是收掉了 李伟翔赶到了以后 蓝布翔的大招的位置特别的好 现在是不是杨立生西先是被逼了出来 然后阿璐上来想帮助千决逃走 但是还是被一下平A 应该是 拿下三杀 对 那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一波的机会感觉 方不拉还没消失 而且方不拉现在手上有五个人 对 方不拉还在 感觉真的有机会 只是压力渗了 这边buff也是没了 但是兵线也快到 最快的一个复活 还有15秒 有一波的想法 想顶一下 顶一下塔 保一下兵线 小白这边嘲讽来 想要干扰一下对方 等队友复活 那队友复活还要 最快的也是牛头 那这样的话 应该其实恭喜方不拉扯 可以成功的 扳回一局 将比分拉至1比1平 那刚才那波其实是想把这个大车 用命处理掉 处理掉没有用 后面还有一波兵 这把其实打得非常漂亮 这把其实前期 怎么说呢 他在去做事的过程当中